加拉太书第三章 无知的加拉太人啊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 你们受了圣灵 是因行律法呢 是因听信福音呢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 都是突然的吗 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 那赐给你们圣灵 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 是因你们行律法呢 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正如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所以你们要知道 那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就早已传福音 给亚伯拉罕说 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 一同得福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因为经上记着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 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 就被咒诅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 在神面前称义 这是明显的 因为经上说 一人必因信得生 律法远不本乎信 只说 行这些事的 就必因此活着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 凡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咒诅的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 可以临到外邦人 使我们因信 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弟兄们 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 虽然是人的文约 若已经立定了 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 所应许的 原是像亚伯拉罕 和他子孙说的 神并不是说众子孙 指着许多人 乃是说 你那一个子孙 指着一个人 就是基督 我是这么说 神预先所立的约 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 律法废掉 叫应许归于虚空 因为承受产业 若本乎律法 就不本乎应许 但神是凭着应许 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这样说来 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 原是为过犯天上的 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 并且是借天使 经中宝之手设立的 但中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 神却是一位 这样 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 断乎不是 若曾传一个 能叫人得生的律法 义就诚然 本乎律法了 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使所应许的福 因信耶稣基督 归给那信的人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 还未来以先 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只圈到那将来的 真道显明出来 这样 律法是我们迅蒙的师父 因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信称义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 既然来到 我们从此 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 所以 你们因信基督耶稣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受洗 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带基督了 并不分犹太人 希腊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 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了 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 承受产业的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